书接前文,张公锦白显道,把秦琼金甲铜环接进关帝庙,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,给秦二哥接封洗尘。 时间不大,罗列背盘都准备好了。 秦琼也望着吃喝,能吃得下去,背着昏似的,但是盛情难却,不得不动动筷子。 金甲铜环在旁边看得清楚,也理解秦琼的心情,这金甲就说话。 张棋派长,感谢您的盛情,感谢各位的款待。 不过呢,您是个明白人,我们来了都有事情,特别是秦二哥,身背着那么重的官司,吃不下喝不下呀。 您也看着上二哥的信了,您看这官司怎么办,您得想办法通融通融。 二哥,您要问到这份,我就实话实说了。 您跟我上二哥是过命的朋友,我跟上二哥也是过命的朋友,所以咱们也是朋友。 凭着真人,我不说假话。 二哥呀,难呢? 难呢? 自从接着上二哥的信之后,我们这十几个弟兄啊,左商量,右商量,没有万全之策。 驱途通,驱途盖,上青山,下玉山,玉池南,玉池北,白显到史得赖,在座的众人,全都点头。 二哥,西派长说的真不假,二哥,真的,我们现在绞尽脑汁,无能为力啊,唯一的办法就是您快走吧。 爱上哪儿去,上哪儿去,这官司您打不得。 金甲同环在旁边坐着一听,不乐一听,金甲嘴叉子不让人呢。 各位,张旗派长,这主意不太高明,我们不能接受,王二哥也不能接受。 您想想,跑,往哪儿跑? 那不是那黑人的,叫畏罪遣逃啊,没头的官司了。 都是大随朝的天下,能跑到哪儿去,跑到哪儿也是个罪人呐。 王二哥,秦雄跑不起啊,有家有口,谁都知道,住在山东济南府,历城县,水安寨专珠像。 上有老母,下有孩子老婆,一大家人家,他跑得起吗? 家怎么办? 有道是跑了,和尚跑不了庙啊。 给家我还找了累赘了,这这这这这听不通。 再者一说,真跑了,我们俩回去怎么交差? 你们怎么交差? 据我所相信,鹿州天堂县的公事早就打到北平府了,王爷那块早都背了案了,他知道有这么件事的,只是犯人没到。 这犯人不亦而非跑了,他能不追查吗? 到头来追到你们的头上,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? 这不就等于卖一个搭一个吗? 这这主意是万万施不得。 刚说到这儿,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。 有一个人说话嗡声嗡气的,一边往里走,一边说。 哎?我今儿那台怎么收得这么早啊? 啊?我听说史德奈这小子捡了便宜了,我得让他请客,哈哈哈哈,都在哪屋呢? 张公警一听望外地看看,脸就变得颜色了,转回身,二哥,快! 我们的顶头上司来了,二品的中军官杜义,杜文忠,杜中军来了。 他要把咱堵上摘块吃饭可就麻烦了,二哥,您回避回避。 秦琼刚来不了解这个情况,也不知道是谁,这个杜义杜文忠何许人也,心里他也没数。 一看张公警下的那个样子,赶紧回避回避吧,就站起身来,带着金甲同欢,夺到礼物去了。 张公警就说,二哥,等他走了,您再出来,先委屈委屈。 把门给带好了。 张公警就转身回来,刚坐在座上,说话这主席进了屋了,靠子,这位平凌身高,一战挂领,连脑袋有这么大事儿,这个大胖子,肚子甜甜的,那肉都痠痠痠的,跟史德奈要站在一块儿,一对兄弟,又怕又怕,大柠檬胡子。 扫出没大眼睛,肉鼻子,活喷嘴,连敏乐塞的胡子叉,岁数可不到。 穿着一身便装,后边带着两个跟班的,跟班的给拎着包袱,拿着应用植物,天热,这杜艺手中拿着桑皮纸的大扇子,一边扇肚皮,一边往里走,晃着高大的身躯, 与尽了关帝庙的派殿。 都在这儿。 二秦中军王爷府的,是在座众人的顶头上司,张公紧白显道驱途中驱途盖,众人一哈胡拉超全站起来,哎哟,大人,大人,将军大人,大人,你来,快坐坐坐坐,快坐坐。 就把秦雄刚才坐的这个上座,让出来让他坐。 杜中军,杜中军舔着肚子看,喝,好丰盛的酒宴啊,我说咱们,给史德奈祝贺呢,啊? 史德奈过来,大人,小人捡了个便宜,方才您在院里说的一点都不假,历累一百天完满结束。 嗯,没一个人是我的对手,我捡了大便宜了,我不但保住命了,我还能当官。 哇噢,全靠大人提携,我一定请客就是,你得请客,他妈不请客,发死你。 哎,行了,让我赶上了,嘿嘿,哎呀,我还真没吃饭,嗯,不错,不错啊。 我今儿谁请客,谁做动物? 张公警就乐,将军大人,我做动物,和你小子,输铁公鸡的一毛不拔,今儿咱们出了血了,啊? 呀,碗块都现成的,你们知道我来是怎么的? 张公警就胡说呗,啊,我们总知道您得来,所以这座也给您留着,这东西都给您摆好了,你看您果然来了。 不对吧,不是这么回事儿,你小子跟我耍心眼儿吧,是不还有旁人? 这这这这谁,谁谁在这做的? 哎,哎,没有,的确给您留着笔笔,不对。 你们怎么总知道我得来呢? 就即使我来,怎么知道我这会儿能来呢? 嗯,这不瞪眼儿骗人吗? 到底怎么回事儿? 大人,我们请个朋友吃饭。 所以,您问到这儿了,我不得不这么说,你看怎么样,我就值得给我耍心眼儿了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编什么瞎话? 请哪个朋友? 我认识不? 您不认识,是我们一个过命的朋友。 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,独一一听,什么? 过命的朋友。 就要你们一个个这副德项,还能交过命的朋友。 配吗? 你们懂得什么叫朋友? 你们懂得什么叫交朋友吗? 嗯? 啊啊? 大伙一听就打你嘴大,我们嘴小呗。 你也不能把我们贬得一钱不值啊。 啊,就你官大能交朋友,我们就不会交朋友。 白显倒有点不服气,在旁边说话了。 中军大人,那大人交大朋友,小人物交小朋友呗,对不对呢? 怎么得我们也得偶几个朋友啊? 瞧您说的,把我们挖骨头了。 呆上! 我说你们不会交朋友,就是不会交朋友。 这样吧,我看出来,你们在座的众人不服不分。 这不是擂台也结束了吗? 咱们也轻松愉快了,也搭着给史丹奈祝贺。 我讲究我交的朋友,让你们开开耳光。 你们也长长知识,知道知道怎么交朋友,什么交朋友,愿意听不? 不愿意听也得说愿意。 哎,愿意,愿意,你讲吧。 说朋友的明性,不能这么说。 压酸口臭,对朋友不尊重。 在没讲之前,我得收拾收拾,看看我怎么对待的朋友。 来,把包给我拿过来。 这杜奕这毛病还挺多,先打过水来,镜面,漱口,刷牙,洗好了手,把包袱打开,把医生穿上。 换好了衣服,规规矩矩。 我你们听到,朋友的棚字怎么写? 俩月字,哎,二月为棚。 难啊,难啊。 要说我交的那朋友,织金子,织银子,织钻石,比这些都值钱了。 万两黄金买不来的好朋友。 他老人家,住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,水安寨砖珠巷太平街的人,性秦明穷,自赎宝,跨下黄标马,马踏黄河两岸,掌中一队俗铜键。 微镇山东,三周六府,半边天,人送绰号,神权太保。 交友,塞梦长,孝母,四专珠。 秦琼,那是我的好朋友。 你们有这朋友吗? 呦,张公警一听脑袋汪汪之响气,说这事儿才太巧了,他也认识我二和。 还有,要那么的个太好了。 张公警站起来,终军拉着,我拦您的话,您认识秦琼。 没想到这一句话,杜文忠翻脸,呸。 你怎么提我好朋友的名字,就漱口了吗? 牙酸口罩,漱口去。 哎,哎哈,我这叫漱口。 你说这事儿还真多。 漱完口之后,静静念,也学着度一,把衣服收拾好了。 这回我说没事儿呢? 说吧,怎么个事儿? 你也认识秦琼,秦福宝,何止认识? 方才我没说嘛,过命的交情啊,那才叫朋友呢。 那中军大人,咱打个比方啊。 比如说,秦琼贪了官司了,来到了咱们北平府,您得怎么办? 胡说,放屁! 秦琼贪怎么能贪官司呢? 你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? 不,咱比方说嘛,没说嘛,举个例子。 举例子,如果我二哥秦琼,真要贪了官司,到了北平府,就是有八条人命。 我杜文中包下了,我替他打官司,官司到这儿了了。 人家为咱,两肋插刀,我为朋友掉脑袋在所不惜,这有什么呢? 我包下了。 此话当真,撒! 当着这么多的人,我能说玄话吗? 你人品素肠,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? 我相信,一百个相信,既然如此。 好嘞,您等着啊。 张宫锦一转身,到格杉门这儿,二哥! 醒出来了! 一推的格杉门,秦琼,金甲通关,都在里边听着。 这个杜文中是大善大叫,听得清清楚楚。 秦琼还纳闷呢,然是我,过命的朋友,我怎么想不起来啊? 秦琼还真想不起来。 等门一推开,张宫锦把秦琼三个人请出来了。 二哥,就这儿。 二哥,我给你介绍去了。 您认识他们? 秦琼往这儿一站,盯着杜文中。 这位中军主将,急忙站起身了,一看着秦琼,哎呀,哥呢? 哪阵相逢把您吹到这儿来了? 哥哥请上授小弟一拜。 这杜文中趴在地上,崩崩磕响响头。 可把秦琼急坏了。 用手相掺,壮士免礼,壮士免礼。 哥啊,老伯不挺好吗? 嫂子侄儿挺好吗? 哎呀,我都想乖。 呃,呃,这,你是,二哥,不认得我了。 张宫锦众人一看都乐了。 秦琼说,套了半天近乎,人家都不认识他。 有这样过命的交情吗? 但不敢说。 秦琼这一愣,杜文中有点挂不住了。 二哥,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 我给您提个想,您还记得摔缸之故吗? 摔缸那件事,您还想起来吗? 哎呀,想起来,秦琼交的朋友太多了。 做的好事也太多了。 你家上哪想去? 他一提这个事,想起来,哎呀,闹了半天是杜贤帝,可不是我吗? 大伙在这听着有点发傻,什么叫摔缸之故? 这跟摔缸有什么关系? 可能您听着也不太理解。 这里边有这么坚持,数年前,就这个杜逸杜文中啊,凭瘦,穷困潦倒。 那这就是普通普通的下层的老百姓。 家包赶穿,到各处啊,卖苦力,给人家干点苦力活。 挣点钱,自己好,维持生活。 有一年,流落到济南府,就数年前了。 到了济南府,人吃五穀杂粮,哪有不闹病,不闹灾的。 就这么的杜文中,就病得天方。 本来就没多少钱,就怕闹病。 旧社会的人,他没保证啊。 这一闹病,坏了。 东西是大卖一空,欠下人家店饭账。 这老板呢,逼着要债。 把杜文中逼得没辙了,病也还没好,就出去卖苦力。 食了个天,小方嗖嗖的,杜文中还耍着袋呢。 病没好,肚子里没食。 走起路里是晃晃悠悠悠,俩眼都发花呀。 这就叫人怕鼻,马怕骑。 杜文中啊,你就天大能耳,鼻子这份也没办法。 蹲到黄河边上这码头,卖苦力,包着个肩板,等着人家雇佣。 这是个功夫事。 可人家顾功夫都得看看,都找那个精灵强干,手脚麻利。 他身边的人全叫人顾走了,就他没人顾。 他跟着两个主要求,说我什么活都能干。 人家瞅着这个样,荒面鸡烧,再说,再说,花钱不怕。 人家得顾个有用的人,一瞅着这个样,病鬼子,没人用他。 一直等着日档西转了。 他心里正在盘算的时候,哎,来支船。 船头上站着一个人。 谁啊,正是秦琼,天已经晚了,功夫事都没人了。 搭转跳板,秦琼下了船。 刚讲顾人,都温中一看,这要顾人。 不能错过这机会,赶紧抱着个肩膀过来了。 爷,您顾人嘛,您叫我干点什么我都能干。 帮着把钢扛着吧,哎,小心点,我知道。 那钢虽然不大,您别忘了,远路无清斋。 要正常人还行。 度一度温中,穷困潦倒。 两三天没吃东西了。 多棒的小伙子也支持不住啊。 这钢望身上,呀,他这身子更大话。 行动也没注意。 在前头领着道,拐弯抹角,到了家了。 到了门这儿,秦琼就喊,娘啊,儿回来了。 您看一看,我给您买回什么来了。 宝娘,您满意也就是了,来抬进来。 秦琼就招手。 度温中去卖这门坎。 门坎它都高啊。 本来他就晃的,一下脚尖绊在门坎上。 别让干都摔进院里去。 这口刚从身上就飞出去了。 肉,啪啪。 摔成了酒瓣,到家了,到家了。 摔碎了,我怎么那么笨呢,我拿什么给人家包赔呀? 现在刮骨挠油我也赔不起呀,这是名贵的东西。 出了一身冷汗。 秦琼也是一乐。 但转回身一看杜一,吓得那样,动了侧颜之心。 算了,算了,你别害怕。 度温中就跪下了。 大爷,我对不起您啊。 您怎么出拙都行功,我太废话了,我太废话了。 别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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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。 一口钢算得了什么? 打碎了,我再买嘛。 要不怎么秦琼认不得它了。 原来瘦的,吸高铁,现在变成大胖子了,那上哪能记得行? 才要不提摔缸这个事儿,秦琼早就忘了。 那位说十多年就不通心儿吗?不是。 度温中早就想报答秦琼,没有机会,今日弟兄相见。